5月12日,农历3月23,实职妈祖诞成日, 纪念妈祖诞成1063周年大会, 继鬼卯年春季妈祖大典在福建莆田梅州岛举行。 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 及各界人士等近万人齐聚,同业妈祖, 缅怀妈祖力得、行善、大爱的精神。 筋骨雷洞礼炮齐鸣,当天上午, 鬼卯年春季妈祖大典拉开帷幕。 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藏帅裴继人 着传统礼服,手持素香,遵照传统礼法, 虔诚敬业,银绳,垫簸,独注文,行三贵九寇礼, 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九寇礼宝礼 九寇礼宝礼 马祖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硅宝是沟通联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 马祖让联岸民众的心越连越紧。 祖庙董事会积极借行联岸一家新理念, 称呼发挥于美洲岛是 马祖故乡和祖庙所在地的 主地文化优势 与台湾马祖公庙保持常态化联动 互通重大活动加前联岸民间联办 推动联岸同胞共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尽进联岸同跟同样的信仰共识 让心更静 情更深 意更浓 林金藏告诉记者 为纪念马祖当成1063周年 自今年4月以来 梅州马祖祖庙董事会 开展系列纪念活动 活动以同业马祖共享平安为主题 旨在进一步弘扬马祖文化 和立得形上大爱的马祖精神 促进海内外马祖信众的联谊交流 马祖文化在泰国 也是中泰两国的文化的 附建的一个领带 同时也让泰国联名 也感受到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的一个精髓 在香港那个天后宫也有三百多座 促进社会和谐 年轻一代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用非常大 记者注意到 此方纪念马祖当成1063周年庆典活动 吸引了众多台湾信众跨海来到马祖祖庙 前程进相朝拜 不少台湾信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马祖文化在台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要以此为纽带 弘扬马祖精神 传承马祖信俗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我们是从台湾高雄过来的 总共来了36位 尽量促进两岸的交流 马祖文化的交流 比如说像我们马祖回台湾去寻安 所以能够促进两岸的交流 两岸的统一这样 三年疫情以后第一次回到梅州岛 真的心里很激动澎湃 很高兴 希望我们可以回来大陆 你们大陆的人也到我们台湾来交流 互相交流 让我们大陆的智慧 台湾的智慧能够发挥起来 希望两岸要需所合作 我们的民族要越走越好 记者了解到 马祖被称为海上守护神 目前全球共有上万座 马祖分林庙 信众三亿多人 在台湾 自大陆分乡的马祖宫庙超过两千座 信众达一千六百多万人 2009年9月 马祖信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一场代表作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